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打开文件时使用ways语句 那么通过前面的学习呢,我们知道 使用这个open函数打开文件以后呢,需要及时的把它关闭 这样呢,我们就不得不时时的记得我们打开的这个文件是否已经关闭了 实际上呢,我们在打开这个文件时 还有一个不用自己关闭文件的方法 那就是使用这个ways语句来执行open函数打开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ays语句的基本语法 首先是关键字,ways,然后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可以指定要打开文件的这个open函数 之后呢,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变量 用来保存前面这个表达式的结果 使用is关键字来进行指定 然后是一对冒号 下面是这个语句体 在这里面呢,可以执行一些ways语句之后相关的操作语句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里面执行的是open函数 那么就可以对打开的这个文件来进行操作 如果我们不想执行任何语句,可以直接使用pass语句来代替 这就是这个ways语句的语法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里面呢,这里面呢,还是我们之前编写的这个 打开蚂蚁庄园动态信息这个文件的代码 我们来进行一下修改 我们来进行一下修改 那么,对于它的这个语句体呢 我们先不写任何内容 使用pass语句来代替 这些代码我们都删除 然后我们来运行程序 我们看 这里面它出现了无效的语法这个错误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在写这个ways语句的时候 后面忘写这个冒号了 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忘写这个冒号 修改过来,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OK 这些代码呢,也成功的执行了 那么,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文件呢,是否已经被关闭 在这个语句的下面,我们使用print语句来进行输出 输出一下这个file对象的close的这个属性 然后我们加一个提示 关闭了吗 关闭了吗 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可以看到这里面显示的结果是true 表示已经被关闭 所以说呢,当我们使用这个ways语句来执行open方法之后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文件进行关闭 这样呢,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不必实时记得打开的文件是否已经被关闭 所以呢,我们推荐使用这种方式来打开文件 OK 关于打开文件时使用ways语句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开始重复了 我们下腹下的男人 下腹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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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腹下的女人